这是几条陆维的当色燃兽鲸鱼 这种鲸鱼是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从日本引进的 在我们这里国家已经防延几十年了 经过我们中国鲸鱼艺人的 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 一代一代的权娱 杂交权娱 现在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风格 我们现在通常把它称为国寿 这是我们中国的燃兽 燃兽有很多种 比如说泰国燃兽 日本燃兽 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寿 它要求它的背部 一定要有一定的幅度 还有它腹部的幅度跟背部的幅度是比较对称 它的尾巴翘起的角度 要求跟它背部拱起的顶端持平 颜色当色的 当色的时候它就要求它的颜色纯正 不能有其它的炸的颜色 你像这一只蓝色的蓝兽 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 它鳞片会闪光 头肉柳比较紧实 身体体型长短的适中 油脂也很平稳 就是它现在这个蓝兽这种鱼呢 在我们目前国内是市场是卖的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品种 我们再来看看这条黑色的蓝兽 黑色的蓝兽 它的颜色要折黑的颜色 你看它游动起来 就是比较那个显得比较霸气 它尾巴翘起来的角度 跟那个头部肉柳的紧实 都表现得非常好 这是一只 也是一只入围的一只黑蓝兽 在目前市场上像这种规格 像这种质量的蓝兽 一只大概要几千块钱 还是现在因为 就是它这种鱼呢 是比较难挑 它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所以它挑选率是很低的 这样子的鱼是比较难得的 不是说多少孵出来就有多少 它的挑选率不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或者是旺里挑一 所以它的价值才会有这么高 但是像这样子的鱼呢 还是供不应求